今天是我們台北九三六位新北創立方 由一百零三年十一月開幕到現在 已經成功輸入八十四圈的團隊 最近今晚第四圈成功發表會 有二十多圈新創團隊表現豐富的成功 來吐氣慢慢下來 手舉開 手撐開 來大家一起幫局長喊十秒好不好 來 一二三四 新北創立方估辦第四圈的成功發表會 包括有引髮組腦適能和體適能專業服務 以及順序藝人家教兵台 另外還有結合台灣國際和團統三合的智能背包 都有創意 那這個背包的特色在於 我們使用的材質是用回收寶特瓶紗線製成的 整個背包有十八個收納空間 那最重要的賣點就是這個智慧回章 那這個智慧回章有四種功能 第一種功能使用者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smile 使用者可以編輯上面的表情符號 然後也可以使用我們內建的表情符號 然後再來是它可以當成單車騎士的方向燈 對 然後再來它可以顯示時間 跟還有一個倒零模式 如果你把這個模式打開的話 背包離開超過五公尺遠的話 兩個都會交 對 藉由我們開發的app 對 你可以做這樣的編輯 新北創立方結合國際主委 先為在地青年創業的好處 今天剛才是第四季二十多間 新創團隊的新創團隊成功以外 新北市經法局長表示 未來的國際會會輸導物聯網的新創團隊為主 我們跟交通大選也經過了一些討論 我們也聽取了我們年輕團隊們的意見 明年創立方的一個工作重點是IoT 就是物聯網 會選擇IoT有幾個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新北市 我們有超過兩萬家工廠 其中有兩千家工廠就跟IoT產業有關係 我想大家對於IoT的困惑或者是觀察 一定跟我差不多 我們看不到它一個很明星級的應用 看不到一個殺手級的應用 但是產業界呢 它卻是蓬勃在發展 新北創立方由一百零三年 十一月開幕到現在 已經協助八十四間的新創團隊 在到補負的創業主委 也讓新北市變成是年輕人 妄想的基地 記者 文件卡立美貴 三重彩虹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